一核协议谈判濒临崩溃之际 转机突然来临 临门一角的关键时刻 美伊双方还有哪些分歧要跨越 中期选举临近 拜登政府会否加快谈判步伐 一核协议的成败又将如何改变未来的中东政治秩序 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 环球视野交叉观点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 我是主持人袁明 自拜登上台以来 一核协议相关方已推进了多轮谈判 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 那么一核谈判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伊朗和美国目前先后做出了官方回应 那么这字里行间又展示出怎样的分歧 协议达成是否真的只差临门一角呢 今天在我们上海的演播室 我们请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赵伟明教授 欢迎您 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老师 以及在伊朗 我们请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范红达教授 也欢迎您 8月8号 最新一轮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 在维也纳结束 欧盟向谈判各参与方提交了一份最终文本 草案内容包括冻结油浓缩 减轻制裁和释放囚犯 8月15号 伊朗正式回应这一最终文本 并给出修改提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表示 谈判中大部分问题已经解决 剩下的几个问题敏感重要和具有决定性 能否达成最终协议取决于美方的政治意愿 卡纳尼透露 目前美伊分歧主要围绕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应确保重返伊核协议后 不会再次退出协议 其次美国应确保其认真履行伊核协议义务 第三美国应保障伊朗的经济利益 8月29号 伊朗总统莱西表示 协议的达成必须伴随核保障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2015年7月 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核协议 2018年5月 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 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 2019年5月以来 伊朗逐步终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 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2021年4月起 伊核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多轮会谈 讨论美意恢复履约问题 美国间接参与谈判 那我们先来捋一下时间线 我们看到是欧盟在8月8号正式提交了草案 伊朗在一个星期之后就给出了官方回应 而美国是等到8月24号才最终回复 所以我想请三位嘉宾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们觉得伊核谈判走到了最后一公里吗 为什么 来 我问一下赵老师 我认为应该是走到了最后一公里 因为时不我待 再拖下去的话已经没有时间了 好 这个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 到现在已经17个月了 您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 所以是很好的势头 对 因为说剩时间不多了 OK 谢谢 王冲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还会拖一段时间 最后一公里我们想想往往是最堵车的时候 所以说伊朗现在面对美国的中期选举悬而未决 这个时候他可能不会送这么一份礼物给拜登 他这是要观察中期选举以后美国的政治是什么样子 他也把这个牌拿在手里不急着打 好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在这个伊朗的范宏达老师 范老师您怎么看 是最后一公里吗 好了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 如果拜登政府他已经下定决心的话 他会在中期选举以前最终的宣布 与伊朗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 因为他需要借助这个工具为自己的中期选举加分 你觉得拜登会无论如何会做努力吗 但是为什么他要等到8月24号才得以最终的回复呢 拖了那么久到底在拖些什么 事实上从欧美多国的几位记者那边我了解到 这个美国政府他做那个回复那个文本 其实他早就做好了 但是他没有立即的这样发给协调的欧盟 他是因为在发给协调的欧盟以前 他需要和他的一些盟友包括以色列 包括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进行一些协调 一些政策立场的这样一个协调 显然呢这个协调的过程啊 也延缓了他对这个文本的答复的这个过程 而且咱们也知道最近这一直到现在啊 这个以色列的几位核心的人物啊 一直是在华伦顿进行活动 做最后的努力等等 所以像这样一个盟友和盟友的协商啊 显然影响到最后的这个美国做出 恢复的这样一个时间点 那我也问一下王冲老师啊 那我们注意到在8月22号的时候呢 伊朗是指责美国方面在拖延 那么美国呢却表示说 比两周前更接近达成协议了 其实美国方面这表态挺积极的 所以你觉得现在到底谁在拖 伊朗真的不想达成这份协议 不想给拜登送礼吗 我觉得双方都在拖都在踢皮球 对于拜登来说 他的最主要的重点 现在是在俄乌在其他领域 同时拜登政府现在把精力 国内呢注重在他的通货膨胀 以及如何赢得中期选举 那么这块牌如果打了 能够如果软了 对拜登并没有太好的收获 现在共和党人已经放出风来了 如果你敢通过 我共和党卷土重来一定给撕毁 所以他对伊朗又不能太软 如果太软在国内是没啥交代的 同时对于伊朗来说 他就像刚才我说 他没有必要现在把这份大礼送给美国 现在看不清 假如说签了以后甚至说不要说等2024年了 如果是民主党丢失两月中的一个月以后 能不能通过下一步都是一个难题 所以说伊朗已经丢了一次人了 他不能再次丢人 所以我觉得他会拖 一定要拖在中期选举之后 再来看看下一个情况 谢谢王冲老师 我们到赵伟文老师这里 其实有一些关键的地方 也还在双方在较劲 您觉得这些关键的条件伊朗方面会愿意作出让步吗 实际上伊朗已经从他最初的要价退下来 比如说他做了哪些妥协 他首先是必须去除制裁 包括以后追加的制裁 然后我们再来谈 现在他不谈 这个没有先决条件 没有先决条件了 第二点就是对革命卫队 例如恐怖主义名单 以前他是坚持的 现在也放弃了 第三点就是原子能核查机构 对三个疑问点的核查 他以前是拒绝的 因为美国文阅在先 所以我拒绝 是符合条约 他现在也放弃了 他表示可以同意核查组 对他进行核查 你觉得他撑不下去了 所以他现在很可能撑不下去了 因为他现在经济很不景气 我们梳理伊斯兰革命到现在是这几年 前25年基本上是倒退 还不如伊斯兰革命1979年以前 中间有10年 03年到14年这段时间 基本上是处于崩溃 经济崩溃的阶段 14年以后略微有点启示 那么签订了核协议以后 它的经济上涨率甚至超过10% 但是好几波长 它仅仅是维持了4年多一点 现在伊朗经济相当不好 11月达到10% 年轻的的11月大概是一倍 超过20% 通货膨胀率超过40% 政府的财政策制100多亿美元 好 王冲老师 您的观点跟赵老师一致吗 在这一点上 伊朗很需要 我觉得如果三年前 我们这么说的话 逻辑上可以推断的 但是我看现在的世界发生变化了 就是说你无法以经济的因素 来概括所有一个政府 或者一个国家它的需求 对伊朗来说 经历这么多年制裁 它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应对制裁的方法 比如说最近 他们跟13个国家 以货易货 就是我给你把石油运过去 你把什么生活物资品运过来 然后说顺势也去美元化 去不用美元结算 伊朗也在走自己这么一条路 而且现在从国际上 别忘了现在土耳其 还有俄罗斯 都和伊朗有某种形式的合作 所以现在他既看到 和美国能够达成协议的机会 他想利用这一机会 同时他也会利用现在的国际形势 扩大自己的发言权 也就是说利用这一情势 和美国提高要价 而这些要价可能是美国所无法接受 无法承受的 好我问一下范红达老师 一个赵老师说的 这三个让步 为什么伊朗愿意做出 第二个就是王冲老师 所说的 就其实伊朗现在已经比三年前好过一点 他其实也没那么着急 你同不同意他们两位的观点 然后听听您的观点 其实咱们观察这个问题 一定要明白 现在每一双方他们各自的谈判诉求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根本点 近期咱们可以看 近期伊朗的关键诉求它有两点 第一点是捍卫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国际的原子能机构 要结束作为对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的 伊朗的一些调查 这个是一个伊朗的一个最大的诉求 目前是 第二个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是确保自己能够经济获益 得到一些国际保障 这两点诉求呢 在8月29号伊朗总统莱西 上任以来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 被再次得以强调 咱们可以想象 既然作为伊朗总统 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呢 加以如此的表达 显然这是当下伊朗的一个谈判的 一个所谓的红线的问题 咱们看现在美国的一个核心的诉求 它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并且要切断伊朗通向核武器的这个道路 现在看来双方的诉求 主要诉求达成共识并非遥不可及 至于你刚才提到的三大难题 事实上有的已经是 不但是谈判的核心议题 比方说伊斯兰革命卫队问题 问题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制造出来的 这个风险 早就它就不是伊朗的核心问题了 在这一点上我想请您 我再追问一下 为什么就是外部世界都觉得 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它的核心问题 但反而伊朗人自己觉得这不是我们的核心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前两天 我不知道咱们国内有没有注意到 前两天伊朗总统的一个政治顾问 他有了一个清晰的表达 首先这个问题是美国提出来的 它是美国向伊朗提出说 我可以把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 从美国的外国恐怖语名单当中消除掉 但是你要答应我的条件 他提出来第一个条件就是 伊朗要弱化自己的地区政策 和导弹的这样一个发展 但这个请求被伊朗方面拒绝了 第二个 接着他又提出另外一个 就是说伊朗要放弃一些对朱莱曼尼将军死亡负责的 一些美国人的一些人身安全的威胁问题 但是后来呢 这个也被伊朗方面拒绝了等等 据那个伊朗的总统政治部门说 在美国接连被伊朗拒绝以后 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才被美国大肆的 在一个炒作起来 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好谢谢 我回到王冲老师这里 就是此前我们有看到 就是阻碍新版银河协议的 有三个难点 包括这个三处地点的这个调查 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 从FTO黑名单摘除 还有一点说 伊朗希望美国能够书面保证 不再退出新签署的协议 而且如果退出的话 你要赔钱 你觉得美国能答应吗 这个几乎是零概率 即便拜登正 拜登本人也讲了 说我不可能把我自己的决策 强加给继任者 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也从来没干过这个事 咱们自古至今没有美国总统说 我下任总统必须要遵守这个 这也是我并不看好 他的决议 以及即便形成协议以后执行起来 说美国保证不退出 不太可能 因为共同党 2024年卷取重来的概率很高 同时我觉得这次决议 刚才协议 大家都说很比较乐观 算是 但这里面别忘了 上次谈的时候 是美国像克里 包括伊朗的外交部长 都是密切接触十几个月 但现在双方甚至都无法直接去见面去谈 都是说欧洲 英法德他们作为中间人传话 这就像乡亲一样 两个人都不见面 你说他能形成一个婚姻 然后走进洞房 那么我看到在哈密尼尼创办的 这个伊斯兰共和报 在这个星期天是 上个星期天是有一篇文章 说根据非官方渠道泄露的 美国的这个回复文本来看 美国叫做进一步退三步 那如果真的是进一步退三步的话 达成伊核协议的可能性 到底还有没有 赵老师 应该说双方做的比较大的让步 就是街外生枝 那些枝条现在都赶掉了 那么现在就回到 那个伊核问题的本源本身 那么以前曾经 特朗普时代美国就提出来 一个对伊核问题最不满意的地方 它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 认为这个伊核协议是一个弱的条约 所以有较去十年 十年以后就放宽了 那么这一点是 美国政府最不同意的 最不舒服的 第二点就是 伊朗发展导弹 弹导弹导弹技术 没有受到约缩 那么这一点他认为就是 你限制了它的子弹 没有限制它的枪 第三点就是他认为 就是这个伊核条约 没有限制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 地区影响力没限制 那么这三点现在看来美国都不再提出来了 实际上他在这三部他都放弃了 所以因为这三部实际上都是伊核协议本身之外的题外之一 所以我现在认为是他们双方都比较明智 为了达成协议都回归本源和本题无关的一些诉求都放弃 美伊要达成协议需要大战略大交易 你就是论是几个核反应堆 这些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我们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是 伊朗到底是在和平利用核能 还是说我真要造核武器 他跟美国谈到底说是我为了拖延时间 我慢慢跟你谈着谈着我就造出来了 还是说我真的说美国给我条件好 我就放弃核武器 我觉得王冲的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 我们注意到拜登是任命了奥巴马时期的中东问题特使罗伯特马利 他是一个老面孔 当时据说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参与过伊核协议的谈判 而且美国方面对他的评价是 他限制了伊朗的核计划 听起来还是一个强硬的人物 所以这一次如果罗伯特马利又再一次来担当这个角色的话 您觉得美国方面是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呢 赵老师还有诚意吗 这是有诚意的 我认明他为参与者或者主要的决策者 那么我认为就是很有诚意 因为本来就是这个是奥巴马时代的一个政治遗产 伊核协议 后来是被特朗普抛弃了 所以拜登上台以后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维护这份遗产 那么对当时参与了伊核协议制定谈判的一个主要的主角来说 他现在又来恢复参与恢复这个协议来说 那么肯定是 所以是诚心想挽回伊核协议 不然的话如果要拆谈他的话 另外找一个人来就完了 2015年那次谈 主要背后有几个是他现在常务副国卿舍曼 还有约翰克里 如果现在美国真心谈的话 舍曼或者是杰克沙利文 或者说是布林肯这些出面 我觉得谈的可能性会高一些 和伊朗的高层这么谈 现在我的感觉是从级别上来说 不仅是不能直接见面 从级别来说上也不够高 我就是当然现在谈的是伊核问题 但是对于伊朗来说 我伊核问题上跟你让步 如果不能换取双方关系正常化 我跟你谈什么呢 我要回应一下刚才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伊核问题 不是讲美国和伊朗的战略关系 所以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解决了伊核问题 并不能够保证美伊关系 就缓和了 这个有道理 另外有一点就是伊朗从来没有宣布 自己要发展核武器 这是要搞清楚的一点 包括他两任最高精神领袖 后面你和现在的哈梅内衣 多认为核武器不符合伊斯兰教会 是肮脏的东西 是禁止发展的 但是他们要求的是和平利用 核能的权利 所以从来没有说过 我要发展核武器 而是外部世界不放心 我们注意到在2018年以来 数了数美国是增加了1500多项 对于伊朗的新制裁 给伊朗当然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 而就在本轮维也纳谈判重启之前 美国政府对伊朗是再次祭出了制裁的大棒 我们先通过一台短片来梳理一下 8月1号 美国宣布对6家被指协助伊朗出口石油的公司 实施新制裁 其中包括总部位于阿联酋和新加坡的公司 5月初伊朗总统莱希曾表示 政府已增加石油出口 并与邻国发展经贸关系 以抵消美国的制裁 伊朗经济部长指出 去年8月 莱希政府在动荡的经济形势下上台 当时伊朗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 尽管取得了成就 但伊朗的通胀指数 仍远未达到政府在经济计划中的目标 8月1号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麦勒万迪表示 伊朗已经下令启动数百台新型离心机 他指出 该项工作是根据此前 伊朗议会颁布的 《反制裁战略法》的内容而实施的 旨在反制美国制裁 保护伊朗利益 自从2018年 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以来 美伊之间的矛盾和互不信任更加凸显 美国向伊朗发起前所未有的制裁 单方面为全球制定禁运制度 要求其他国家不要从伊朗采购石油 从此彻底封锁伊朗 作为回应 伊朗逐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 甚至拆除国际原子能机构 安装在该国的部分监控设备 但承诺采取措施全部可逆 我们看到8月1号美国政府这一轮制裁 是涉及了伊朗的石油 石化产品贸易的实体部分 那么到底这种极限施压的政策 有没有起到效果 那么新的制裁能够帮助美国 在伊核的谈判桌上 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吗 第一我想说 就是制裁肯定起到了效果 肯定打通了伊朗 屡试不爽 屡试不爽 不然的话伊朗也不会有 恢复核协议的这样子一个要求 因为恢复核协议的一个最主要的诉求 就是要去除制裁 这是它最主要的核心的利益 但是就是说制裁不是唯一的 伊朗有很多手段来规避制裁 比方说它的水油 80%是它靠水油出口 支撑它国内的政府的支出 但是现在有80%的水油出口 被美国制裁掉了 那么人家说不是伊朗不是就垮了吗 对不对 但是美国为什么呢 它有很多灰色的路线 又有很多灰色的方法 来规避美国的支撑 比方说它以每桶 第五美元的国际价格 把大量的石油卖给俄罗斯 俄罗斯就大量进口伊朗的石油 因为俄罗斯也不怕离美国资产 另外它在波士湾 在很多公海上面 有很多油船都是运的是伊朗的石油 全是走势的 你只要看 以色列就成了多少艘 运输伊朗的石油 你就知道伊朗海上 走势石油有多厉害 所以你有你的打压的制裁的方法 我有国规避的方法 所以这个制裁是美国霸权体系的一个标志 而且美国仍然没有停止使用这种破坏性的手段 对于伊朗人来说 算不算把它逼上谈判桌 也不完全算 因为美国的招数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就这几招 美国一旦谈之前 它一定是极限施压 只是说特朗普时期把极限施压玩到极致 但是你想拜登政府也是一直用这种方法 就是说我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来 让你屈服 这样来说提高自己的要价 提高自己筹码 伊朗和美国打交了这么多年了 很熟悉 美伊关系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以来 似乎这个已经长期对抗 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 那么新版伊核协议的推出 有没有可能缓和美伊关系 那么这种缓和到底是暂时性的 还是未来会有长期的一个影响 我们先从范文达老师这边开始 你怎么看 事实上我从研究生时候就开始关注美国伊朗关系 一直到现在 20多年了 所谓的美伊结构性矛盾是这样的说法 坦率地讲我本人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或者观点 什么是结构性矛盾 结构性矛盾是不能够解决的吗 事实上我们一定也要关注到 美国伊朗的缓和 其实是在奥巴马总统时期就已经拉开大幕了 这也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能够签署的一个根本原因 咱们再看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推动力是什么 是利益 而不同时期的利益它是可能发生变化的 所以我不主张 我甚至反对继续把美国伊朗关系看得太对抗 拜登政府对伊朗的这个缓和外交 是相当明显的 从他上台以后的这样一个表态 到一些实际的行动等等 所以如果恢复伊朗核协议的维亚兰谈判能够取得成功 我相信哪一关系的缓和道路会走得更加的远 王冲老师同意范老师的观点吗 我没那么乐观 我是假定这个协议达成 也只不过是两年的短暂婚姻 不是说领了结婚证 两年短暂同事局 2024年以后怎么样还不好说 如果说要达成长期协议的话 就像我说 一是说两国之间的大交易 相互的承认 相互的投资 回到1979年之前的某种状态 不一定那么好 第二点还需要注意 就是整个中东棋局的一个改写 因为现在美国是拉着亚伯拉罕西定 拉着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等等一起 如果说和伊朗达成协议之后 某种形式把这些国家也绑定 如果假设特朗普回来 或者美国证据变了 有中东其他国家也压着美国 你别退出 这样来说 短期变长期的可能性存在 如果没有外界的一个筹码 单靠民主党现在达成一个协议 我认为是短期的 不是长期的 是不能那么乐观的 谢谢王冲老师 再听听赵老师 赵老师估计关注美伊问题 差不多也40年了吧 79年到现在 我觉得伊朗和美国的整体关系 我现在不是很乐观 在我能够看到的最近这段时间当中 要整体改善美国和伊朗的关系 我觉得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它在宗教 在意识形态 在利益 在争夺中东的影响力方面 这两者都有很大的利益冲突 尤其是美国 它现在左手拉着以色列 右手拉着沙特 这两个都是伊朗的一些利益冲突者 所以我觉得在短期之内 看不到美国和伊朗 缓和关系的这些一个乐观的前景 那我再追问一下 您觉得这算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吗 因为大家都想在中东扩张自己的势力 总会有冲突 我不太明白 就是结构性矛盾到底指的是什么 现在一碰到不能解决的矛盾 就说结构性矛盾 就说是结构性 我到现在都不清楚 最早提出来结构性矛盾 这个结构性到底指的什么 现在不但是国际问题 有些经济上面的问题 凡是无解的 就是结构性矛盾 王冲老师这么干这个 结构性矛盾是很学术 我们把它拆开 亨天顿曾经说过文明的冲突 那么从文明的角度 两者是冲突的 地缘政治方面 伊朗要做中东大国 和美国要在这儿坐牢 它是冲突的 另外在79年当时形成的 这个一直到现在的结果 就是说两国这种矛盾 是深入人心的 但是站在美国的角度 从美国政客精英角度 我为什么降下身段和你伊朗 搞好关系 我的动力在哪儿 或者说常常来说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 它有什么收益 有什么好处 我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说从双方在中东的 这个利益冲突 意识形态冲突上面 以及在价值观的冲突这方面 从目前来看 很难调和 我们在可以预见的 这个将来这段时间内 都看不出双方有 缓和关系的这种前景 好 我再问一下方文达老师 我们注意到这个8月24号 以色列总理拉皮德 他就表示说 如果这个外交手段 无法遏制德黑兰的核能力的话 那么以色列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直非常反对 这个重启伊核协议的 而拉皮德的这个表态 也是他7月上台以来 最强硬的一种表态 你觉得以色列的这种表态 会给本轮的伊核协议的谈判 增加某种变数吗 我觉得现在以色列的一些活动 或者一些努力 应该是一些徒劳的 现在你从这个拜登政府的 这样一个政策倾向上 比较明显 你从欧盟的立场 你从那个英法德三国的立场 到俄罗斯的立场 到中国立场 这闲而易见的 各方都想推动这件事情的 这个完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咱们看这个以色列的声音 为什么它这么突出 因为只有它这一家的 响亮的声音是反对的了 包括它好几位的 这样一个政策人物 都在发展进行活动 现在咱们不要忘记 在2015年那个核协议 签署的之前的这个春天 当时美塔尼亚夫 还专门跑到美国去 甚至不经过这个奥巴马总统的 这样一个欢迎 直接就跑到美国国会去 发表演讲 呼吁美国政府 就是不要签署那样的协议 但咱们可以看 在当时的美国 还基于自身的利益 签署了那个协议 所以我相信 现在以色列进行了这些活动 这些表态 不会对美国的态度 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 咱们要注意到 今年这个以色列的 又一轮的大选又要来了 咱们可以看 在以色列大选的过程当中 伊朗一直是一个 非常关键性的话题 也是各个政治人物 给自己拉选票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 所以现在目前 以色列正在进行了一个 分为越来越能够的 大选的活动 也是造成这种声音 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们能理解 拉皮德的话 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的 选举语言 对不对 对对对 你看那台亚乎 他说的更多 那我们再来看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赵老师 如果伊朗一旦能够达成协议的话 那么伊朗每天的产量 释放出来的产量是130万桶 那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是不是也是有非常有吸引力的一点 伊核协议签订了以后 实际上对伊朗石油供应 从国际市场来说 没有明显的好转 因为实际上 他没有经过正常的合法的手段 也在流落国际市场 所以他如果签订了伊核协议的话 这个量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这不会从地下暗处变成公开 好 王重同意赵老师的观点 这点我和赵老师 有一致的地方要分析地方 一致的地方就是 我确实也觉得拜登不着急 你就看拜登2021年1月20号上台以后 按理说 他如果说直接宣布 我推翻特朗普那一套 把奥巴马的这个协议签拿回来 给伊朗一开始就来点甜头 双方是有机会很早迅速升温的 但是你从他那时候 到现在这么长时间 当然谈谈很长时间 前期拜登确实也是说了 很多不利于伊朗的话 让伊朗人觉得 你并不是说诚心诚意 回到奥巴马时期的政策 现在真正着急的是英法德 咱说句难听的话来说 叫皇帝不及太监及 就是说欧洲是迫切的希望 能和伊朗达成核协议 因为欧洲英法德等国和伊朗 这么上百年 就是特别密切的关系 如果伊朗的石油天然气 能够流入欧洲的话 能大量的缓解一些问题 刚才王老师讲了 为什么拜登一上台的时候 不介于表示要和伊朗搞好关系 我觉得拜登是一个老摩生算的老政治家 他会把自己的意图埋得很深 他不会一上台就把自己心里想的东西 马上就摆到台面上 他采取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是叫做越境顾重 是吧 他采取的这种方式 而且当时国内的形势 就是四年特朗普这正时期下来 对伊朗的这种仇视或者敌视 或者说说不友好的这种现象 一时是转不过弯来的 如果他马上一上台 就对伊朗表示出要搞好关系的这种姿态 表示出来 对他今后的这真是很不利的 所以对于这样老摩生算的一个政治家来说 你要希望他把任何事情都放在脸上 那是我觉得是 伊朗问题也不在他的日程表的第一页上 所以不着急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三位 最近一年多以来 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 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特别是伴随着伊核协议的持续推进 我们看到科威特是恢复了 与伊朗的全面的外交关系 阿联酋任命了新的驻伊朗大使 沙特在伊拉克的斡旋下 和伊朗展开了复交的谈判 那么看起来伊朗在中东的重要性 是不是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 地区国家是否会以此为契机 来够建立起一个 关照所有中东国家 合理而关切的地区的安全机制呢 我们先从范老师这边开始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现在的这个伊朗正处于这个 可以说正处于伊斯兰革命以来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 甚至有人也说是最好的 这样一个地区和国地区的 这个战略形势之中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样 和海湾国家的关系的发展等等 和那个周边大国 像俄罗斯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深化 所以这个伊朗它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我前两天和他们这个官方的一个机构交调的时候 他们说他把自己不仅仅定位是一个地区国家 他们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 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 他之所以有现在的这样一个定位 事实上也和他目前已经取得的这个地区优势有关 另外一个层面的 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当下的世界大国关系 对于伊朗的这个国际促进的这样一个改善的问题 现在咱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不止一个世界大国都很想把伊朗拉到自己一边 和自己形成一个更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发展 想要欲见拜登政府包括美国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他不想让具有一个关键地区影响力的 这样一个伊朗投入自己的一个世界大国竞争的 这个战略竞争对手难在一边 所以这也是拜登政府这样一个对伊朗 部分抛出一些善意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考量吧 谢谢范老师 我们来听听赵老师的观点 就是伊核协议会对未来的这个伊朗的周边 地缘政治包括这个整个中东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伊朗有今天这个地位 实际上还是要拜持美国 是美国促成了他有今天的这个地位 美国是为伊朗做嫁衣裳 第一打掉了他的树敌 就是伊拉克的萨达姆 第二就是削弱了就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 那么所以国际上通常都认为 实际上今天伊朗有这么显赫的这个地位 很大部分原因是美国为他做了嫁衣裳 第二点我认为就是现在 中东一些国家纷纷找上门来和伊朗判清去 或者说和伊朗拉关系 我说这是因为 也不是因为伊朗的强大 伊朗本来就是一个地区大国 它的实力你说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我觉得也未必 关键就在于因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了 以前这些国家都躲在美国后面 靠美国的力量来打压伊朗 所以话可以说得很硬 旗子可以举得很高 可以说些硬话 但是现在美国一旦退出以后 或者美国收缩以后 他必须靠自己 靠自己的力量来和伊朗打交道 因为大家都处在中东 人家说邻居是搬不走的 所以他必须要和伊朗打交道 又因为自己的实力比较弱小 所以他不能够对伊朗采取非常强硬的姿态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用一种比较缓和的态度 不激怒伊朗的态度来和伊朗搞好关系 王冲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中东包括伊核我就三点吧 我觉得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 中东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百多年前你说国家的重生是吧 现在你发现整个国际关系的重生 一百多年前凯末尔闹革命要和西方去一起 但是现在阿尔多安是要有某些方面反西方 所以中东这种大齐局现在是一个大的变化 这种大的变化过程中 第二点就是美国现在是一个 有点离岸平衡那个意思 说本世纪初打两场战争 让美国人觉得这事得不偿失 他有一个将军 巴以矛盾后来说是阿以矛盾 现在阿拉伯和以色列整个他们成了陕族 对波斯族这么一个矛盾了 而现在甚至阿联酋 沙特 以色列他们都共享一些军事方面的一些信息 基本的一些秘密 就是都分享这些 甚至说如果说伊朗造核武器到临界点 以色列可以用沙特或者阿联酋 他们的一些基地来对伊朗进行打击 这方面内部的协议多多 这在十年前你都是不可想象的 同样对于美国来说 也不想说继续和伊朗为敌 至于怎么着说 沙特能不能和伊朗建交 或者是整个协议达成 所以说很微妙的一些事情 我们用句老话拭目以待吧 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以来 美伊已经进行了40多年的对抗 那么这最新一轮的伊核协议的临门一角 到底会踢出怎样的球来呢 我们真的是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 感谢三美嘉宾 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